臨陣淵月娥表示就14位官員出席洪惠民生入會的調查 自己暫時未收到調查報告 不過她指出有關調查只是紀律調查 包括有關官員何時赴宴逗留時間 行為是否與一般對官員的要求有落差 至於法律調查則有食環處跟進 她指出現會有214名奔客 超過D類食肆容量 食環處正進行調查 認為攝氏餐廳不符合D類食肆的認為要求 民政事務局前上任秘書長楊勒滿今日在暴藏詐文 她指洪惠民生日會當日當局仍未確定有社區爆發的情況 除了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外 大部分出席的官員都只是短暫逗留 不明白特首事後批評官員的理據何在 她又透露林鄭月娥曾出席一個商會前副主席籌辦的婚宴 質疑林鄭有否以身作質 林鄭回應是承認曾出席不少活動 稱大多數都是官方聚會 又稱關鍵視乎活動的時間及情況 她指衛生防護中心在12月30日公布手中涉及Omicron的本地感染個案 形容是一個關鍵日子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 翌日下午呼籲市民盡量不要參加人多聚會 不要脫下口罩拍照等 對於文章提及的婚宴 林鄭稱是在11月底至12月初舉行 當時香港疫情控制得很好 自己當日只是用了10分鐘到分離現場功課 她反問 這樣是不是很違反對於官員的要求呢? 都希望大家要公道 報章的信說這個食肆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特首要這麼嚴格呢? 那就對不起了 這是一個矛盾的看法 我知道新民署都是會在草擬一個回應 就是走著這封信會做一個回應 天吼 所探的每個回應 這個人都給予客 叫你 對的 對的